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还不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那我是薛定峰 当然也是那个这回说真话大冰块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辆德国车 就是BBA里面的奥迪 那就是我身后这台全新的奥迪A6L 当然对于奥迪A6L先跟大家说一下大致的情况 我们这一款是一个2.0T的版本 是一个两驱版本 原价是44万5千8 现在的售价是43万3千8 我们那会买的时候还45万时候买的 但是经销商是便宜的2万块钱 现在我们也去问了一下 官降降完了以后 经销商还是有优惠的 但是我说的是北京 因为毕竟大冰块是在北京地界 而且北京的买车相对而言 价格的确是有优质的 当然今天还是先跟着冰块玩转眼车 现在就跟着冰块玩转眼车 一块来看看这辆奥迪 A6L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我还是先说外观 外观说了好几万遍了 既然见智 的确对于A8A6跟新的A4 外观长相差别不太大 就是一个各大各小的 当然我不否认 就是奥迪A8会看得更凶悍一些 会更凶悍一些 其实A4颜色是非常多的 其实A6颜色也不少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A6也好还是A8也好 妥妥买一个黑颜色 显得会更庄重一些 当然这个车的大灯是一个LE大灯 当时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也看了 哇塞 选装件太多了 这回的真是涨迹性了 真是涨迹性 因为我们之前那辆A8选装件就没少买 先跟大家去多展示一下 结果到现在 砸在手里面卖不出去 因为的确太贵了 现在也算是涨迹性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选装件 但是大家可以去网上去看看它的选装 除了选装件之外 您就是买一个速的 虽然说我们这个是两驱的高配 也是比较速的 行吧 这块就不跟大家去聊这么多了 反正外观也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么现在去侧面跟后面看看这辆车 后面是什么样的 那么来到侧面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S-Line的标志 是因为我们这个配置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叫做运动版 还有叫做普通版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S-Line的一个版 这辆车的轴距已经达到了 惊天地气鬼神的3024的 是3024 标轴A8是一个什么样的轴距吗 标轴A8不到3米 是2996 我一样是2996 反正就不到3米 而长轴版的A8是3米1左右 也就是说 就是现在这辆奥迪A6长轴版 已经和标轴版的A8的轴距 是一样长了 我发现 现在真的中国的小伙伴们 是多么幸福 就是用A6的价格 买到了在国外A8的轴距 好 就是轴距的事 真的是3米多的轴距 是非常非常长了 之前那辆A8是电锡门 它这个门的机构 是一个电子触控 其实这个车也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 我在拉门的时候 你看 我打开一点的时候 会触碰到它那个开关 这个时候 它这个门会啪 弹起来 不是那种你要非常使劲 通过把手的机械结构 把里面那个卡扣给拽开 那种感觉 这个是跟A8是很像的 但是不同的就是 这个是没有电锡门的 所以说关门的时候 设备使点劲 后门也是一种轻轻一拉 就能打开 其实里面当然也是一样的 我们到时候去里面来说 要是95号以上的无纤汽油 大家看 这边还有一个位置 但是这给堵住了 是干嘛用的 因为其实欧洲柴油车是比较多的 而柴油车真正的是需要固定的加尿素 去加尿素的 还能够保证它的尾气更好的一个排放 其实在国外的加油站 都是能够去加柴油的同时去加尿素的 这一块其实就是为国外这种加油的去设计的 好 我们来到后面 好 那A8的确会更漂亮一些 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灯带 那个A6的就没有了 当时外观这点事也是见仁见智 那一气奥迪45TFS 我们这个是2.0T的这样一个发动机 打开方式是在这个位置 也是比较容易找 就在标到下面一抠就行了 第一它不是一个垫的门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阻尼做的是非常好 我只能说里面感觉更像是一个液压停感 而不像是一个普通台湖王 可以再看一下 OK 打那块手不要欠 好 那修设功能 三角盘在这个位置 这边有一个摁东西 摁下去以后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是需要操作的 好 那往下看 左边这块是有一个小布兜 然后可以放些东西 这个是黄颜色的背心 然后现在验车是都要用的 好 那这边是一个12伏的一个电源 那下面是它的备胎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挂钩 跟A4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比较方便 可以双手操作 其他的工具 都是在两边 这一个红伴就是用来去解锁空挡状态的 一会儿我们去车里面来去找找解锁空挡的位置 在哪 它的备胎型号是T14565R20 这是它的备胎的一个型号 我们这个车后排是有一个低音炮的 所以说这边看它会有 好 那下面并没有额外的隔热的这样一个东西了 好吧 那后面的功能就跟大家去说到这 那么现在把这个大把小包往里塞一塞看看它的装载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好这个包就递了过来了也是拓落 然后好用很贵 首先我把它推到底儿 先看一下它的深度 大家看到这边还有这么多 所以说比一般的车的深度是要更深一些 好 我们还是挨着个的往里面放 现在这六个包都塞进去了 其实这块还是能够C的 应该是在C两个包左右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说它的处空间是OK的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它的高度是没有那么的高 那它这个开口的确又是够大的 是因为它开口开的比较靠那边 所以说这个开口很大也很深 但是高度会差那么一些 好吧 就是这个处空间的确三米轴距就是三米轴距 先不说里面什么样 这个后面的真的还是挺大的 行吧 那后面的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 那么现在去里面看看 看看我说的那个神似差一点地方 到底在哪 现在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到车里面 跟大家去简单的唠叨一下 首先它的四门都是一键升降的 当时这也是德国车 它应该具备的一些东西 因为四门一键升降的东西 就是不说不好 说心里话剩下三个门 有没有意义不大 当时有更好 就是主要是司机这个位置 的确会更重要一些 比如说开车看车 前面你要去领高速费 然后继续开 开到那以后你交票行了 这个继续会更方便 就是对于其他那三个座 说实话可有可无 当然还这话有更好 好这个是四门的一键升降 它的手动开刷是一个速度 按下去是一个速度 它是有两个速度 所以说在第一档的这一块 它是能够很缓慢的去升降 然后如果说你用一键式的话 它会用一个正常的升窗后降窗的一个速度 后面是两个防止小孩乱碰一个按键 但是这个还是要升级一下的 是连儿童锁都是在一起的 还是的话 我希望所有的车有可能的话都是这种设计 对于绝大部分我们说的家养车的话 它的儿童锁是在门边上 对开来开去的确是挺麻烦的 有些家长懒得弄了 小孩也许挺大了 熊孩子手欠开开车 门开了 这个还真不知道玩的 好所以说对于这种按一下 第二把锁也给锁上的话这种功能是好的 好我们再向上反光镜的调节 这都没啥可说的了 支持加热 支持折叠 差一个硬广 我们现在大飙车的车上层里面 有这种反光镜的涂层 真的是超级好用 后尾箱的开启 车内控制的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门的开启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在里面也是和A8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轻轻的 门又开了 这个其实很轻松 当然你再使劲拉的话 就是会碰到它机械的部分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去担心 不会说像那辆Model 3 就是有钱 您就后排买高配 有机械的拉手 没钱对不起 等前面两个人都跑命了以后 快不来跑 在讲A8之后跟男嘉去聊过 它的开关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其实你的手搭在这手上轻轻一扒 就开了 用很轻的开关的力度 以及很轻的胳背肘轻轻的一推 就能够把这个门给打开 但是这个车呢 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A8那么的爽 如果说你去拉这个门的话 你是一个很轻的拉开 很轻 接下来的动作 你的胳背肘会稍微比较使劲的给它给推开 这个两个力量是不成正比的 如果说是A8的话 是你的胳背肘已经在这了 轻轻一拉的话 你的胳背肘顺势一推就会打开了 这个力量是很舒服的 但是这个呢会差一些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特别快去拉开的时候 它是卡死的 就是必须得拉两下才可以开 当然呢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个 所谓的安全的逻辑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这的确要注意一下 就说哎 我觉得小伙伴会说 哎呦门开不开了 是不是坏了呢 还真不是这个情况 它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那这边呢是它的大灯的控制 这块呢跟A8的位置是一样的 因为之前的奥迪也好啊 大众也好 都是一个旋鸟状啊 操作逻辑是一样的 有三个按钮 最左边呢是大灯的控制 然后你按下去以后呢 分别是什么自动大灯 进光灯 视宽灯和成农关闭啊 三个位置 然后那边呢是前后的五灯 但是跟A8不一样的 A8呢是一个触摸的一个屏 A6呢就变成这个实体按键了 但是相同的是你手放在上面的时候呢 它会感应你手放在上面 然后呢屏幕呢会呃出现当前的状态 比如我现在是一个自动的 这样一个状态啊 就会显示自动 预表盘呢是一个全液晶的预表盘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温度 这边是一个油表 理论来说呢 它应该是有一层玻璃的 然后结果呢是没有玻璃啊 你看一触直接就是液晶屏 这个一般情况下啊 的确没有人去碰它 但是呢总觉得直接是一屏呢 有点脆弱 逻辑呢基本上跟A4也好 A8也好啊 这么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在左手的这一块 那上面有两个按键 那分别是几个大项的选择 而对于这辆车呢 分别是普通的行车电脑 然后是你当前的音乐的状况 然后是你的电话 然后还有你的导航 一共是这四大类 我举例的啊 我现在选到行车电脑这一块 选定了以后呢 我可以用这个波罗 中央的屏幕啊 会看到很清楚了 比如说短期G1 长期G1用电器 然后包括里面有什么续航里程啊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呢奥迪全家 从上到下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甚至于大众呢 它的逻辑也是相同的 然后呢左侧是有一个按键的 按进去以后呢 会弹出一个更多的菜单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包括说车载计算机啊 简化显示啊 以及重置公里数都是可以按这个按钮去弹出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 WAVE这边一个按键 那之前也跟大家去聊过 就是它显示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个是以转速表跟速度表为主 还有一个是以为辅 按一下以后看见 哎这两个变得很小了 而那些后面的功能呢会变得更大一些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显示状况 那以至于呢 这个功能切到地图的时候呢 显得是会更爽些啊 哇整个全是打的地图 好这个逻辑呢就不再说那么多了 真的就是奥迪的都是差不多 之前的A4也好啊 是A8也好的 也说挺详细的 好就这一块 播配换档 有的左边是减 右边是加 大灯这块呢就显得比较简单了啊 就是LED的远光灯嘛 然后下面呢是它的定速巡航 也是一个小杆啊 线速啊 LiM是在顶端的这个按键 它也是在定速循环跟现速之间的一个切换 就是一个小小拨杆带给你的高速驾驶的方便性 然后我们说右侧啊 右侧就是它的多米体这一块呢 逻辑是一样的 一个小波纽往这边按的是上一曲 下一曲按下去是静音 然后小雪花是一个快捷键 也是在这个里面是可以设定的 好 我们还是回到中央这一块 逻辑也基本是相同的 上面这一块是它多媒体的部分 可以看到手机应用 媒体电话互联收音机 巴拉巴拉巴拉这些东西 然后导航还有人工地点查询 人工地点查询就是Cosenter 按下去以后有非常甜美的小姐姐 先生你要怎么服务 我要去哪里哪 就是可以的 然后设置等等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然后可以左右的滑屏可以触摸 然后它的这种选择的逻辑跟A8也是一样的 你的手轻轻的滑在上面 或者轻轻的点对不起是不激活的 你只有按下去 记住是按下去也会跟A8是一样的 就是按下去 它的屏幕会给一个反馈 这块A8也说的是蛮多的 就是不再多说那么多了 简单说功能就是这些 包括车辆的设置 包括说驾驶的模式的选择 然后空调等等这些选项是非常多的 简单说这块是以多媒体为主 而且跟你的声音大小这块是相符的 下面这块主要是以空调为主 是以空调为主跟A8也一样的 而它的操作形式也是按下去是可以带反馈那样的 包括说空调这一块也可以看到 温度的加减也好 自动空调也好 但是加热对不起选装 通风对不起选装 按摩也是可以选装的 我们再往下一块 这一块是一个实体按键 分别是驾驶模式的开关 包括说ESP开关双闪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跟A8就不太一样了 A8这一块也是一个虚拟的 也就是说跟它大屏是一体的 而A6就变成了一个实体按键 好再往下跟A8是相同的 包括启动按键声音大小等等 单说样式是不太一样 但是这块跟A8一样也是一种实体按键 右边是声音的大小 然后往左边是上一曲下一曲 然后按下去是开关等等这些东西 好这一块就跟大家去简单的聊到这 怎么说80%跟A8都是一样的 操作逻辑也是一样 当然功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 还有一部分就是它的出风口 大家看到就往上条是它的出风口 A8的出风口是电动的 关上在开启很高级 而且它的风量大小也是一个触屏的 这个就回归比较传统的方式 毕竟说A8是A8 A6还是差几别的 当然咱们话还是有义务 告诉大家哪些相同哪些不同 那挡板是一样的 也是电子挡 左边按钮按下去以后 可以在D挡R挡等等 直接相互协换 运动模式换了以后往右推 然后可以加加加减减减减等等 这些什么P挡是在这个位置 按下去以后就进入P挡了 那说到P挡再跟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从河北江掏出来的拐棍 那具体怎么用 我们刚才也是看了一下 首先你是需要把水杯架给打开 然后顺带着跟大家去说一下储物空间 前面是一个烟灰杆 这个自带的烟灰杆 然后后面也是有一个杯架 然后说也是哇哈级别的 就是迈动也是塞不进去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点烟器 然后这边有一个钥匙的一个储物口 我们刚才也研究了一下 说钥匙这个储物口到底能干什么用呢 就说咱们正常开车 这钥匙都在兜里面塞着 谁没事上个车 然后不是开个塞在里面 然后小伙伴都会说 说这可能是不是 钥匙没电以后的感应区域 还真不是 钥匙没电的感应区域 是在中央扶手箱的这一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好我们继续说拐棍的事 下面是有两个小的杯垫 拿开以后有一个小塑料盖 打开以后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槽 把这个给塞进去 塞进去以后 大家看到现在是一个P档 然后一扳 这个时候是N档 但是你是需要一直扳着才是N档 如果一撒手 对不起 又回到P档 如果说你这个车需要拖车的话 拖50公里 告诉您小伙伴 您得这么N到50公里 好我们再往后是它的电动手刹 然后后面是Auto后的功能 这一块也跟大家去聊了 主空间不太大 然后这边有一个钥匙的感应区域 再往后是两个USB接口 然后一个SD接口 还有一个SIM卡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是支持4G的 所以说需要有一个卡片在这的 好那手材箱里面是一个绒布面的 然后空间不算太大 然后并且还有一个光驱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是可以听CD的 因为毕竟CD的音质的确会更好一些 功能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了 然后副驾驶也是有四门解锁的 好现在说一下空间的这块事 现在我的座椅已经放到最下了 然后头顶大家可以看到一拳都多了 舒适度我会认为这个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我腰的这个位置 没有给你顶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柔软度也是OK的 这个座椅真的相对而言 那个A级来说真的太舒服了 而且是这种翻毛的 两侧的加紧比较适当 不算是狠况左右 大概可能会有不到一公分左右的余量 座椅下边的腰撑这块 也是有多方的调节 然后并且是电动的 这辆车是没有机翼座椅的 想要机翼座椅对不起您得加钱 这一块是一个硬的材质 但是它是一个皮革的包裹 并且有相应的缝线 这一块装饰条是硬的 然后这一块是软性材质 外面是一个糖素工艺 不是皮革的材质 我觉得这块会稍微差一些 再往下是硬塑料的 然后这一块是一个硬的 但是也是一个皮革的包裹 然后有一个缝线 然后这边是指纹收集器 就是钢琴漆面指纹收集器 然后这一块是硬的材质 然后这一块算是半软 感觉是有弹性的 但也不是那种绝对的硬塑料 这辆A6的确不老气 无论是外观也好 还是内饰也好 还是这两个大屏也好 还是这些装饰的材质也好 尤其是它座椅 这一个两色的搭配 整体来说 我觉得都还是挺好 上面这块黑的 并不压抑 真的这个车并不压抑 是因为这一块 都是一个比较亮的 或者一个反光的材质仪 这一块并不会感觉黑底的过于的沉 它的左边是有一个小小的储核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可以拉开 然后里面有绒布面 也是OK的 一些停车票 包括说一些停车用的零钱 我都会塞到这个位置 而这个一般情况下 它的大小大概是这么大 都是比较好操的 但是这辆的A6L 真的是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这个钥匙 我一丢啊 我丢到锦里面去了 如果说你想把它拿出来 大家看我的手 对 我们摄像小哥说了 可以把这个C 这个C进去啊 都到不了底 你知道吗 妥妥的 大家看 就是这么深 妥妥的 塞进去 还打弯 在关上 真的 那么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环境啊 你里面放点钢帮 放点钱 然后呢 你开车嘛 不老实嘛 这个钱全出进去了 我该您交停车费了 比几奶都奋进 你知道吗 就是实在是泰式的这口 然而这个具体多深呢 小伙伴们可以去赛店看一下 反正我呢 妥妥的 这个手臂呢 能给塞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行吧 那前面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那我现在呢 去后面看看后面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现在来到后面了啊 跟大家再简单的去捞到两句 先说功能吧 首先呢 这辆车呢 是一个四驱空调 前面是两驱 后面呢 同样也是两驱 这块呢 也是液晶的这样一个控制屏啊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按按按 然后呢 风量啊 也是可以自动空调啊 包括关掉啊等等的啊 就是你可按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就是自由度还是挺高的 所以两边呢 也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区域 那下面呢 是一个12伏的电源 那这关呢 两个出风口 然后手动呢 可以再去调节风量的大小等等等等 壁柱这块呢 也是有一个出风口的 好 这边是空调的这一块 那收入门把售这块 没办法呢 它的按键也是比较多 除了左侧的一键式的这个玻璃的升降之外 哎 右侧也是可以控制的 以至于我的这边这个天窗 大家可以看到啊 可以关掉啊 前面这个我也可以控制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一块来说呢 它的控制权还是挺多的 没有完这边这些东西 所以那边全部都有 也有说呢 这两边呢 都可以控制这个区域 都可以控制对方的玻璃 都可以控制前面区域 我觉得这个啊 会打架的 你知道吗 你有两个好姐妹 对吧 你有两个好姐妹 都一个坐这 一个坐这 俩呢 都是比较多那种的 我就要开窗户 不行 我就不开 你把我这边开了 然后我把你里边开了 然后我把我这边关了 然后你就把我这边开开了 等等等等 当然说这东西呢 的确是为了更多人的便利性啊 但是这个的确在这块会有相应的冲突啊 它中央的扶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操作的过程啊 首先 摁一下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给放下来 并且它下面这块是有阻尼的 大家看到啊 是有阻尼的 以至于你推上去 可以看到 比那种完全后面没有任何连接 咣当咣当的呢 高级感会好不少啊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处格啊 好小这个位置 我觉得放点这个什么比较神秘的东西啊 是可以的 后面是放更大一些的 然后这边呢 是差一相应的两个杯架 后面呢 是不能够通到后面去的 中央的头枕是有的 我这样一扣就可以了 是一个非常完整头枕 并且后面呢 是有金属的骨架的 所以说在我们评分里面呢 中央是一个单独的头枕 好那功能跟大家去说完了 就要说说这个座椅的 以及空间这块东西啊 先说空间吧 我坐的板直了 坐的非常非常直的 头顶空间是有的 稍微的蹭一点点头发 不太碍事 前面 一二三半三圈半 后排的座椅收拾度 的确就没有前面的好了 它的这个座椅啊 坐的有点佳 就有点这种东西了 就是你坐在这以后 你几乎只有这一个姿势 可以去做 没有第二个姿势 如果说你稍微再往前凑一点的话呢 这一块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是因为它这个座椅 有点太翘了 就是它会把你的身体 其实已经按照它的设想固定到这了 但是这个位置吧 的确会差那么一点吧 这么着座呢 会有点不太舒服啊 当然说呢 我个人感觉啊 这后排座椅呢 没有前排来的舒服 各小伙伴呢 如果说对这个A6感兴趣的话呢 还是要亲自的去塞垫体验一下 今儿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儿啊 那明天呢是这台 奥迪A6L测试和试驾的部分了 行吧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出单片 当然也是那个这回说 真话道没话 那我们明天这辆奥迪A6L的试驾 我们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